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亞 我們現在打復刻的地獄級 神通廣大的占卜術 那這一隻比利安的話 先跟大家講一下 可以不用練 沒關係齁 對 他是光屬線的龍族齁 我剛去看維基百科的時候 才又想起來這件事情 就是他種族跟卡面看起來 就是有一種違和的感覺吧 他真的可以不用練 沒關係 你可以看到我甚至連洞都沒有動過他 你就跟我一樣拿一張起來放著就好了 好 那這邊的話 帶大家用合作的一趴大獎 超級水手月亮來通關 然後龍科一樣 月亮有幫我帶到自己的武裝就好了 那這個關卡的話 他有數字盾 所以你可以帶冥王星 然後王關的時候也有角色珠紅綠燈 所以如果你真的比較不擅長手轉的話 你要帶兩隻冥王星也可以 就把海王星換掉吧 好 那龍科的部分呢 剛說月亮帶自己的武裝 那金星如果可以的話 帶一個進場可以減ECD的 例如說蛋糕啊 或者是人類武裝都可以 轉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點喔 好 那這邊是我的配置 如果你有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邊打邊講解囉 好 來 第一關 好 第一關這邊我們就直接把金星打開 然後抓著他角色珠消到 先把右邊處理掉啊 那左邊再慢慢來就好了 你消到星 左邊那個反擊過來是不會死掉的喔 好 那第二回合我們就是不要去手消星 正常轉就可以了 好 這邊帶過去 來 接著來第二關喔 好 第二關這邊的話我們就把月亮1技打開 好 變身 好 變身2技也可以補下去了喔 好 這邊就直接轉 好 來 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 來 接著來到第三關 好 第三關這邊就是我說的數字盾喔 如果你比較不擅長就直接把牌珠開下去沒關係 好 OK 好 來 這邊一樣帶過去沒問題齁 來 接著2血這邊的話是要手消到全部的暗珠 我們再把這個2技開下去一次 好 那因為只有手消全暗 所以我們可以切成8C沒關係齁 他還有反手消光 但是沒關係 月亮的2技有自帶 呃 自身啦 自身武士反手消齁 好 第四關 好 來 第四關這邊的話是灼熱地 我們把另一隻月亮的1技打開然後變身 好 來 這邊稍微去轉一下下就好 你可以自己稍微避開一下灼熱地啦 阿沒有避也不會怎麼樣 他一顆就是炸1萬齁 自己稍微注意一下下 好 來 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來 接著中間 那個左右是手殺齁 所以中間這邊要再一次 好 就一樣 稍微避開就好了 他一顆只有炸1萬了 所以也不至於到很痛 你就算全吃 4顆全吃 天降下來 再全吃 也才炸8萬而已 你寫有13萬齁 好 來 接著王1 王1就是我說的那個角色珠紅綠燈 然後你要去轉隊6C 如果對於這種真的比較不擅長 就是把牌珠開下去齁 好 那你轉隊的話他就會自己自殘 然後要轉隊4次 轉隊1次是自殘25% 對 這個也是蠻浪費時間的齁 那再來還有一個方法是什麼 月亮的2技 這個開下去也是有6C啊 只不過說 你這個可能要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紅綠燈的位置 才不會說那個失誤齁 1 2 3 4 5 6 好好好 沒有沒有沒有 對 這個就是沒有注意到紅綠燈位置了齁 總之這邊就是慢慢去轉吧 真的不擅長就是把牌珠開下去沒關係 好 越扣越強 初時25 50 啊 接下來 好像有75吧 最後才是100 總之不要似乎太多次就對了齁 好 1 2 好 如果會怕 土星就開著齁 所以如果你覺得快死掉了 土星就把它打開吧 好 這邊轉隊4次就沒事了 好 那接著二血的部分齁 這邊的話是拼圖盾 那拼圖有內建武士 所以我們就把 月亮的1技加2技打開 這樣子就可以了 他有一個暈眩盾啊 沒有造成暈眩的話 傷害會只剩10% 可是月亮這麼暴力 怎麼可能會怕這個10%齁 好 這邊的話就是隨手月亮通關 給各位做一個參考齁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